全新的举合G6 2023年最适合做网约车的车型 最好玩的还是这个车机系统 就比如说 你好 几何 主驾你好 打开所有车窗 已经为您调整到这个位置了 关闭所有车窗 已经为您调整到这个位置了 你好 几何 我在 打开空调 好的 正在打开空调 调到最大风量 风量调到最大了 关闭空调 好嘞 关闭了 播放音乐 明白 调到最大声 亮过会影响到使安全 以帮您把量调节到70% 如需继续 暂停音乐 好的 打开所有车窗 已经为您调整到这个位置了 关闭所有车窗 已经为您调整到这个位置了 返回主界面 导航到最近的充电站 选第一个 没问题 你为你规划前往星星充电汽车充电站 女航小镇新能源的路线 开始导航 准备想去哪里呢 退出导航 好的 返回主界面 主驾你好 切换到运动模式 好嘞 正在切换到运动模式 切换回舒适模式 好的 正在切换到舒适模式 播放音乐 明白 下一首 好的 下一首 好的 静音 稍等 稍等片刻再试试呢 暂停音乐 好的 把音量调到最小 音量已调到最小 广告主见面 这辆几何G6呢 它有仅仅现代的设计风格 有最新的科技 有扎实的续航 它不会像管器R那样虚标 现在网约车业绩公认 续航扎实 就比阿迪和几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几何呢 它车身很轻 所以说 它续航比较实 它不会虚标 我想我应该是厦门首个 开G6的滴滴车主吧